大家好,今天煲南瓜素汤 喝得肉汤多,来不中都要喝点素汤 清一下腸胃嘛 这个南瓜素汤没有用肉来煲,但也很清甜的 这里有一些花生,花生衣有些稠味的,可以浸泡或飞水 浸一浸泡就容易煲得腍,浸好后取干水分备用 还有一些白盒和莲子,莲子有心要去心 然后加多一条新鲜的粟米,将粟米肉起出来 要保留一些粟米芯,加上去煲汤 这里有3磅南瓜,要把它去滑,起皮 然后就切大件一些,不要切得太小件 然后再准备一片姜和两粒毛花果 这里煲了两粒半的滚水 然后加所有食材进去,南瓜就不要加了 南瓜不耐煲,很容易就煮烂,所以晚一点再加进去 凉下锅中 蓋上元大火,用大火把薯水煮沸 转至中小火煮30分钟 等花生连纸白盒出亮 现在熬了30分钟 可以加入南瓜 然后开大火把汤滚起 再滚起后转回中小火煮多一个小时 煮好后可以加入盐调味 然后南瓜已经煮得很腍 将南瓜在汤里搅拌几下 让一部分的南瓜溶在汤里 这样汤就更加清甜 我又说说南瓜有什么好处好吗 南瓜是一种低热量的瓜类 可以抑制肚饿感 又助于减肥 吃得油炸食物多会热气 南瓜可以帮助排便 至于莲子白盒就有美容美颜 润肺止咳健脾保肾的功效 有时间试试这个汤吧 那我们下一集再见 慢慢看 你很嘃嘗 你怎么样 要不想看 你上面肯定了 有什么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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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